Hola 我是圆圆 圆野君 请问 全世界最棒的机场是哪一个 相信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个答案 新加坡张仪国际机场 它也的确获奖无数 是SkyTress开榜以来获得全球最佳机场次数最多的机场 总共12次 虽说2024年被多哈机场稍微超越了一下 但并不影响它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今天飞过新加坡无数次 且前段时间特意去拍片的老员 就来沉浸式说说 张仪国际机场长年霸榜世一的原因 它到底比别的机场优秀在哪里呢 点个免费的小赞 咱们马上开始 第一 一流的设计与规划 美是新加坡机场给人最直观的感受 美到什么地步呢 美到机场成为一个国家地标的程度 相信大家对我身后的这个雨漩涡并不陌生 它就是新加坡机场内的综合体 星耀张仪的核心 也是世界最高室内瀑布 到新加坡 没来这里打卡 真的会大吹胸口 这个犹如丛林花园般的星耀张仪 是由世界建筑大师 摩西萨迪夫及其团队所设计 其代表作有滨海湾金沙酒店 重庆来福市广场等等 而星耀张仪只是新加坡机场的一部分 整个张仪国际机场 目前分为五个板块 四个航站楼以及星耀张仪 它们并不是一口气建起来的 而是从1975年开始 有规划的逐年升级扩建 不难看出其政府的用心 一个被驱逐的小国想要逆袭 好的交通非常重要 由最初选址填海造机场开始 他们就对这个项目带着要将其打造成 世界级枢纽机场的前瞻性规划 距离市中心24公里 不远但也不影响城市建设 你知道很多机场都是 哎呀地方不够了 那我们转场重建吧 转场会分流也会影响前面的努力 新加坡国土面积有限没有这个条件 顾其对每一分土地的使用都为之既甚远 而在COVID期间 航空业正是萎靡不振的时候 张仪机场就在为后续复苏做准备 以至于在放开后 能快速整合T4航站楼 并重新投入运营 比很多其他机场都更快的 接纳旅客爆炸式的增长 它就是这样在精准的规划中成长起来的 多年来分别由不同的公司设计改造升级 包括日本五大建筑公司之一的 竹中公务店 澳洲伍德赫德公司 以及全世界最大建筑师事务所 美国SOM等等 尽管有不同顶级设计师的手笔 但其整体天然自然的基调 还是相对统一的 每年每季机场的装扮 还都会配合不同的主题而有所变化 就是走在各个后机楼 都有种朝气蓬勃 生机盎然的感觉 仿佛这不是机场 而是一个综合性极高的商圈 或者艺术走廊 与常规机场钢筋水泥的枯燥乏味 形成鲜明对比 你以为它只是好看吗 那你就错了 人家好看之余还极其的实用 并且充满人文关怀 不是华而不实的空壳 美是为了吸引你多驻足 旅客放慢了脚步 才有机会消费嘛 毕竟机场最关键的是要赚钱 以我个人的感觉 张仪机场把景观 实用 服务 休息 娱乐 消费等区域 规划到极致 比如各区距离得当 走去登机口或从登机口出来 并不令人发狂 我一次性逛了三个后机楼都不觉得累 每个行站楼都有一套成熟的商业配套 饮睡店门口有休息区和儿童设施 方便家庭出行与购物 商品也涵盖各个消费层级 旅客的流量也把握得很得当 走到哪都不觉得急 这些看似无形却有心的设计与规划 正是这座机场脱颖而出的原因 第二 无二的趣味 好玩有趣的设施 是张仪机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关键 你见过能游泳 看电影 逛蝴蝶园 甚至坐小火车穿越丛林的机场吗 这些看似度假般的休闲活动 你通通可以在张仪机场体验得到 且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若要玩转整个机场 你需要出关入境新加坡 即出发的小伙伴 要提前几个小时到机场 可以先直击托运行李 但不要过安件 而抵达的小伙伴 需要先出关拿行李 再开始探索 想全部玩完 一天时间不够花 因为官网介绍的景点 有这么多 以下几个是我认为值得去打卡的设施 首先Skytrain 俗称网红小火车 免费且可无限次乘坐 它其实是连接T1T2T3的穿梭工具 不仅方便旅客中转 更是兼备了娱乐性 它特意设计穿越新药张仪 让大家即使没时间逛 也可以欣赏到如梦如幻的室内花园 和雨漩涡瀑布布 就问你贴不贴心 还有哪个机场能做到这点 没有 坐在小火车上 看到这种现代与自然的美妙结合 仿佛疯狂动物城照进现实 超梦幻的 不信你看 中文字幕——YK 需注意只有T2 T3兼往返的小火车可以看到不顾 个人觉得T2去往T3方向最利于观赏 并且要时刻准备好相机流影 因为时间极短 我为了拍这些素材做了七八套 多有时间除了坐火车游览 我也很建议走进星耀张仪逛逛 它距离T1最近T2 T3也可步行抵达 其室内花园有种植超过2000棵桥木棕榈植物 和超过10万株灌木 绝不绝 认为绝的把公屏打在衣上 还有各个步道空中栈道 能各个角度近距离欣赏瀑布和植物 三楼四楼观景台拍照都很不错 可根据需要选择 讲实话这个瀑布站在脚下看巨震汗 而这一切美的欣赏都是免费的 你敢心 虽说星耀张仪的本质是个商场 各种吃喝玩乐都有 它很想赚你钱 但你不消费也没有人逼你不是 紧接着The Slide 非常酷炫的大滑题 不歧视年龄的同心保护站 位于T3亦是免费的 不过需要先去B2的服务中心领取门票 只要提前下载了张仪机场APP 并且注册即可 一张门票24小时内可以玩10次 可与同心人共用 小朋友大朋友都玩的不亦乐乎 二楼四楼各有一个入口 全世界机场内最高的滑题 没有之一 再就是电影院 室内影院也是免费的 也在T3以及它旁边的蝴蝶园 有40种蝴蝶和不同的植物 开放时间都很长 随随便便就能消遣时间 T2的LED屏幕瀑布也是一个打卡点 但我个人觉得 有真的瀑布还看它干什么 除此之外 还有室外的观影区 电视区等等 怎么看都可以 非常自在 最后屋顶游泳池 它位于T1需要门票27新币 虽然是付费的 但在停机平旁游泳 也是没谁了 适合不爱购物 或转机带飞时间长的旅客 环境还是不错的 这些设施的存在 是新加坡机场 独树一帜的关键 不得不说 它们为旅客 创造了非常独特的体验 让人感觉 哈 我这是在机场吗 不 我是在度假 从而忘却了旅途的疲惫 我问你 人一开心一激动 就会想干嘛 哈 You know 买买买呀 张仪机场里 最不缺的 就是各种顺利多资的免税店 这样子消费不就刺激起来了 一举两得 第三 全面的美味 张仪机场 四个行站楼 以及新药张仪里 各式新加坡代表美食都全户了 亚昆 松发肉骨茶 珍宝海鲜等等应有尽有 甚至还可以在瀑布旁边 边欣赏美景 边用餐 我们当时从T3入境 实在是太饿了 就就近选了一家娘惹餐厅 没想到味道还真不错 价格跟市区没什么差别 一碗人当牛肉饭 11块5 海鲜了 10块5 我特意走了一圈 看到满多食物都是这个价位 据说去员工时隔区域会更便宜 饮食价格和市区持平这一点 很多机场都做不到 就冲这个态度 我也愿意在这里吃碗面了 对不对 看到有些机场 餐饮出品差就算了 价格还翻四五倍 谁见了不冒火 面对这种强盗逻辑 我只会走快快的 宁愿被恶扁 也坚决不在机场吃一点东西 我凭什么让你 鼻孔朝着天就把我的钱赚走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总之 张仪机场里 实惠的 贵的 中餐西餐减餐 通通都有 足不出机场 就能一战是领略新加坡的饮食风貌 对各类旅客都极为友好且难得 张仪机场自助化程度很高 各个行站楼都有大片大片 自助执机和托运机器 而人工柜台反而不像其他机场那么多 我是觉得他们有以 智能自助化取代人工的趋势 我观察 大部分旅客进机场 都是静止走向自助机的 其实自助化坐飞机真的高效很多 我几乎没有再张仪见到人工大排队的现象 上次我在教大家自助托运时就有人说了 哎呀太费事了 又这功夫人工柜台咔咔的把我整完了 如果你第一次不熟练很正常 试过一次就知道自助直机有多便捷 会让你今后的旅程都大大节省时间 不懂如何操作也不用担心 每个区域都有工作人员协助解决问题 我以旅客身份接触到的地幅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 就说一点 很多机场的托运行李系统都是半自动化的 而且最早提前三个小时托运行李 而张仪机场的T2 已经将托运系统升级为全自动化托运储存 像新航库航等航司甚至可以提前24到48小时托运 像这样效率怎么会不高吗你说 除此之外他们的出入境也都是自助的 告别慢慢排队等盖章 拿着护照过机子即可 从直机到安检出入境登机抵达流程都简洁流畅 作为旅客你能明显感觉到 他们努力用尖端技术来简化流程 使得机场运营效率更高 也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旅客的等待时间 而安全整洁以及标准化的服务 更是张仪机场最基本的特点 只要是休息区就有充电的地方 街口也比较多元 即使在机场过夜也不用担心 有不少地方可以免费休息 更不必说其交通连接的便利 地铁穿梭巴士单次多 来往新加坡市中心所花费的时间并不算长 像这样的机场怎么会不成功啊你说 以上所有因素归根结底 还是他们有从旅客的角度出发想问题 绞尽脑汁为大家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 从而更好的促进消费 讲真如果机场有这么多好吃的 好玩的好逛的地方分散大家注意力 就算有点延误 我相信旅客也不会说什么 我玩还来不及 哪有功夫跟你吵架啊拜托 他们把各种设施做得这么好 其实是一举多得 对旅客好 也缓解了工作人员的压力 还刺激了消费 这种利人利己的机制 消费者真的不介意多来一点 看到这里 你们觉得张仪机场 12次获得全球最佳机场 夸张吗 真的一点也不夸张 我作为空姐去过全世界N个机场 是真心觉得新加坡机场很特别 它值得的 也能理解一些旅客 跟我提到他时的那种得色与骄傲 如果你们有机会来体验一下就知道了 声明一下 本篇绝对是没有被充值过的 这次我跟我妈在机场 边拍边玩了八个小时 还意犹未尽 要不是在市区订了房 我都想体验一下 在张仪机场里过夜 下次有机会再拍过夜的吧 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补充讨论 你在张仪国际机场遇到的惊喜或者惊吓耕不易 喜欢记得点个免费的小赞 我是老元 咱们下期再见